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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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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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咱们那个中国呢 很多的这些灾难 这些事特别多 现在这河南这个 就是大水灾 具体死了多少人 中共到现在也不报 我当初呢 就是我这消息来的特别快 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了 那个当初的那些视频什么的 现在我看那个 那些视频呢 在网上也都有了 当初呢 我接到的时候还没有 我把它发到我这个 就是这自媒体上 然后呢 YouTube给封了 不让往上上 现在可想而知啊 就这些个大的媒体 哎 估计可能也是被中共都给买断了 黄标的特别多 你只要想讲点真事 讲点真话 黄标的特别多 在这呢 我想提醒大家 长话短说 这段时间呢 就是心情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么多的中国人遇难 心情不太好 但是呢 大家也应该呢 考虑考虑 也想一想这些事 呃 在 在中共99年 破坏法轮功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就讲 可别跟着 就是法轮功弟子就讲 可别跟着共产党一块做恶 呃 到最后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 这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讲 说这个现在吧 这个时期啊 呃 迫害这个法轮功这么惨烈 人们会遭报应的 人们不信 然后呢 这法轮功学员又讲 说是这个以后会要有瘟疫的 人们还不信 那今天呢 这个前一段时间 呃 一年以前吧 这个瘟疫已经来了 死了不少人 现在呢 还在这个传染流行的过程当中 难道人们还不信法轮功说这些话 其实呢 这个人们都是在观察 在验证 早晚有一天 人们会知道 这法轮功讲的是啥 告诉你的是啥 我们是在救人 是在救命 每一个我们这些大法弟子 都在不停的 每天都在做着真相 跟大家讲着一些真相 发着一些资料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想救你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这个时刻 想要救你 希望呢 啊 呃 所有 尤其是中国人 咱们这个 呃 说句实在的 被共产党蹂躏了 已经这么多年了 咱们这国家 哪像国家的样子 那些个传统 那些个文明 那些个好的东西 全被共产党给毁了 今天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 人们信奉的是啥 就是金钱 金钱至上 呃 什么事 只要他不 不能够变成这个钱 中国人都不喜欢 是吧 什么这个人讲的这些真理 道理都不喜欢 只是钱 无尽的那种欲望 这个社会呢 呃 已经就这样了 说实在的 呃 人不报应 天报应 可别跟着他们干 那个不好的 同时呢 哈 现在的这些个 瘟疫也好 这些事 哈 都是从共产党来的 现在就是过去这法轮功 讲的这些 大家可能听过了 天灭中共 啥叫天灭中共 今天看到了吧 天灭中共 希望那些就在 国内那个体制内的那些人啊 什么党员团圆少先队那些朋友们啊 赶快退出来 别跟他在一起 如果老天要想毁灭这共产党的话 这共产党啥玩儿组成呢 不就是党员团圆少先队吗 您在他其中匕首牵连 赶快出来 我替您真的捏把汗 那行 今天咱们这个 古风的这节目就到这 另外呢 跟大家讲啊 未来的这个时间里 人们别想有好日子过 人们别想有 这些灾难是自己招来的 不是谁给的 自己招来的 人不善良的时候 很危险 好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观看 订阅 谢谢 感谢